您现在收听的是古言穿越小说《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年花惹笑,眼波,一刀苏苏,一种坎坎,后期之作,千雪 第119集 蝴蝶夫人忽然站了起来,那把柔和的声音越来越靠近耳边 义王爷,若是不能保护好阿九,将来在皇权之下,你如何能面对帝家列祖列宗 而现在,阿九蒙受大难,随时都会独发身亡 眼前却有一条明路,可以让阿九迅速好起来 只要将凤九儿交给我,我保证,阿九很快就能好起来 他会安然活下去,将来找到仇人,为帝家报仇 义王爷,将凤九儿交给我,好吗? 偏听的男子,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就连蝴蝶夫人和胡双已经离开偏听,他也毫无所觉 胡双一路上没有说过任何话 夫人的迷幻术又长进了 没想到,竟连帝义这种内力深厚的高手,也被他蛊惑了去 不过,看样子,最重要的还是帝义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纠结 他其实也不想看到九王爷有事 更何况,凤九儿对他来说算什么 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比起九王爷 凤九儿就连九王爷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孰轻孰重,该选谁舍弃谁 帝义心里比谁都清楚 两人来到那间客房的门口 除了出门打听消息的乔木不在 龙十一和龙十二始终是坚守在这门外 一步都不曾离开过 你们可知道 只有凤九儿的血才能救你们家王爷 蝴蝶夫人看着两人薄唇勾了起来 要是阻止我 阿九就会毒发身亡 你们都不想再见到你家王爷了吗 龙十一和龙十二心头一震 耳边似乎一直被这些话萦绕 只有凤九儿才能救九王爷 他们一定要让九王爷安然无恙 渐渐地,那两双眼眸一瞬间就变得混沌不堪了 就连地义都扛不过的迷幻术 龙十一和龙十二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毕竟只是两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武功修为比起地义还差太远 胡双将房门推开 里头冷月就守在门边 他看着昏睡在床上的凤九儿 脸色一点都不好看 眼眸底下甚至还闪烁着几分浓烈的恨意 听到推门的声音 冷月连头都不回 淡淡道 没有必要对我施迷换术 我比你们更加急切地 想看到尊主好起来 不过 你这么做 尊主以后一定会恨你的 哼 我是为了阿九 他如何能恨我 蝴蝶夫人对冷月的话 丝毫不放在心上 就算事后阿九恨他 那也不过是一时的事情 等时间过去 阿九遗忘了凤九儿 他还会感激他当初的果断 保住了他的命 毕竟 阿九肩头上 还有很重很重的任务 他是绝对不能出事的 既然你明白这一点 将人交给我 我不会伤你 蝴蝶夫人走了进去 冷月 眉心皱得更紧 却没有阻止的意思 回义父呢 他好着呢 不过是在偏厅里 坐了会儿 你去伺候他吧 蝴蝶夫人这一刻的眼中 就只有床上的凤九儿一人 她走到床边 盯着那个熟睡的女孩 看着她白皙 细嫩的脖子 就像是可以看到里面 缓缓流动的血液那般 这一刻 蝴蝶夫人一向习惯了 平静无波的眼底 染满了激动的气息 只要将她带回去 阿九就会变回 从前的阿九 再也不会对一个姑娘 胡思乱想 再也不会那么不听话 想着外头的花花世界 只要用这个女孩的血 救活阿九 让阿九好好地活下去 她伸出手 就要碰到床上的凤九儿 忽然 身后一声爆喝 放开她 轰得一声巨响 那一掌袭了过来 被蝴蝶夫人一掌迎了回去 整个房间里 仿佛地动山摇那般 守在外头的龙十一和龙十二 瞬间清醒了过来 看到胡双要往离床 两个人一下子迎了出去 乔木回来的时候 便看到院子里几道身影 纠缠了起来 唯一还能安静的 只有床上那个熟睡的凤九儿 以及守在她身边的冷月 眼看龙十一和龙十二 渐渐不敌胡双的攻击 她手往腰间一摸 枪的一声 龙蛇银枪 瞬间袭向胡双的心门 胡双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高手 而且 这一身武功竟然完全不弱于自己 有了乔木的加入 再加上还有十一和十二 胡双这边 渐渐地也开始呈现出不敌 蝴蝶夫人和帝毅还在纠缠 看到帝毅竟然真的全力要阻止自己 蝴蝶夫人气道 你真的不管阿九死活了 我是不是在乎乌鸦是一回事 但 今日绝不能让你带走凤九儿 她既然答应过乌鸦 要保护凤九儿的安危 就绝不能放手不管 乌鸦是信任她的 才会将人交给她 不管怎么样 她不能做让乌鸦失望的事情 蝴蝶夫人一阵气闷 可这帝毅看着虽然平平无奇 却不想内力竟然深厚到这种地步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 蝴蝶夫人被震得连退了数步 狐双心头一慌 一掌逼开龙十二块 快不赶了过去 扶了她一把 夫人 蝴蝶夫人胸一肩 血气不断地在翻涌 瞪着帝毅 终于一副长袖 脚尖轻点 一跃而起 和狐双走了 乔木想要追过去 身后帝毅哑声道 穷口莫追 她和蝴蝶夫人没有什么恩怨 蝴蝶夫人来这里 只是为了带走凤九儿 既然她现在放弃离开 那追来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 待蝴蝶夫人和狐双走远之后 帝毅忽然脸色一变 嘴一张 一口鲜血 狂涌而出 她受伤了 老爷 老爷 几个人迎了过去 乔木立即直起她的手腕 想要给她输送真气 帝毅 却将手收了回去 沉声道 那丫头呢 在里头 冷月守着 刚才乔木回来的时候 确实是看到了冷月 在里头守着凤九儿的 不过 里头是不是平静的 有点诡异了 冷月一直在里头 竟然就没有出来帮过忙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乔木和帝毅 互视了一眼之后 竟然同时心头一惊 乔木一转身 快步往房间里闯去 龙十一紧跟在身后 龙十二推着帝毅 也跟了进去 可是 凤九儿不见了 房间里头 似乎有打斗过的痕迹 但被毁的东西并不多 可是 冷月不见了 床上的凤九儿 也不见了 刚才他们一心 应付强敌 根本就没空 离回房间里的 这两个人 难道 还有人趁着大家 混战的时候 闯了进来 将凤九儿带走了 该死 大家竟然毫不知情 早知道 就不应该 给凤九儿点了血 若是他清醒 至少还有自保的能力 可是 如果不给他点血 不让他昏过去 他自己 也会往蝴蝶谷返回 他根本不可能丢下 他的九皇叔 不管 可现在 凤九儿在哪里 冷月呢 窗户大敞着 乔木想都不想 立即追了出去 帝毅和龙十一十二 他们也飞快追了出去 后院安安静静的 乔木一路 往客栈外头的方向追去 终于 在街角处 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冷月 冷月 你怎么样 乔木跨了过去 将他扶了起来 冷月肩头中了一箭 伤得不轻 鲜血 不断地外流 人 还有点昏昏沉沉的 九儿呢 乔木也不想 在这个时候折腾他 可是他不清醒过来 没有人能告诉他 凤九儿在哪里 是不是蝴蝶谷的人 是不是 不知道 他们穿着夜行衣 朝 朝那个方向 冷月指着街头 另一个方向 可却一口气喘不过来 两眼一昏 晕死过去了 冷月 这次 不管乔木 怎么去摇晃他 他也醒不过来了 夜行衣 可是 蝴蝶谷那些姑娘们 不都是喜欢一身白衣 他们 会穿夜行衣吗 看到帝翼他们也过来了 乔木放下了冷月道 他说是黑衣人 我去看看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